人为贪财身先丧 王把骗钱命早忙 好的傻子来取巧 美国监狱同肯屌 各位 我第一个告诉大家 说郝海东叶昭影来美国 就是为了接管蚂蚁帮呢 对不对 今天传来的最新的消息是 郝海东被这个郭文贵在狱中 亲自任命为 这个蚂蚁帮的总统了 而且呢 郝海东的角色 那就是顶替郭文贵 接着吹牛 接着骗 好的傻子进美国监狱的时间 不远了 好事 他到了总部 他俩来了美国一个多月了 各位 一直没有去过蚂蚁帮的 所谓的总部 这回 扬眉吐气的进去了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 见过了狱中的郭文贵之后 郭文贵把他的亲戚 就是那个楼阿蜀 青藤 任命成了秘书长 而跑路的长岛 直接就被架空了 各位 郝海东 是跟长岛 从来就不对付 去了总部以后 你看看 把长岛给损了呀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非常难得 大家在这个总部看到他 你跑路了就来了 所以你 工作不硬 把你升起来 当联盟主席了 看见了吗 直接说了 就把你给架空了 看见了吗 他是接替的那个郭文贵 吹牛总统的那个位置 你们看出来了吗 谁研究 蚂蚁帮 也不如咱们频道 研究的精和身 对不对 我给大伙 谁都听不懂蚂蚁语 我来告诉大家 想说啥 联盟主席 曹导哥也说 我不这么合适 说一到年轻人来做 我说你再不做我就做 我说你已经很年轻了 讲两点 第一 就是你导哥 千万别做成王雪斌主席 是吧 这个王八蛋 就是前车之间 导哥很现实 未来你可能也在 别的国家 也在做一些事情 伤害到战友的利益 没有言行一致 做的很多的事情 并不符合联盟 新中国联盟 爆料革命的利益的时候 你要想想 你有儿女 你有家庭 你有人 都在这 你灭共识 为什么 瞧瞧了吗 好的傻子 就直接拿出黑帮的一套来了 威胁长岛 你是跑路了 你的妻子儿女还在美国呢 长岛的妻儿当做人质 瞧见了吗 好的傻子 完全都是社会流氓的那套座牌 听出来了吗 你们 咱们不仅仅为了一己私利 如果只为了这点一己私利 没有必要毛这么大的风险 这就是第一点 不要做成王雪斌一样的联盟主席 第二点 刚才我特别特别的感受的 感动的就是能知道 大家刚才听没听到 岛哥说了 他做联盟主席的 联盟秘书长的时候 当时是顺风顺水的时候 今天我们的联盟 遇到这么多的困难 情疼还能站出来 对接任者 对继任者 对这个后来者 是个莫大的鼓励 和一个宽松的环境 他告诉你 确实今天的联盟 跟四年前三年前 没法同日而已 但是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底下 你们这些王八蛋 伪类共产党 你们看看 新中国联盟爆料革命 这些战友们 都是怎么做的 在这种时候 义不反顾 义不容辞 都站出来 都在这儿 做的这些事情 这是让大家都能看到的 其他的这些都是扯淡 不用听那些 在这些沸沸扬扬的 他们讲的那样 门个屁连破屎 连个鼻挺哥这儿的故事 所以到今天 我们的新中国联邦在 爆料革命在 七哥在 我们的战友们 我们所有的联盟都在这儿 给你们这帮孙子看看 我们的坚强 坚忍 我们的坚持 坚决坚定 这孙子好的傻子 狂啊 这是刚坐上 这个吹牛的宝座 狂啊 他和长岛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是吧 那个长岛 我劝你啊 既然已经跑了 美国你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回来以后 就把屁股坐穿了 老体坐穿了 手里的那些 骗取的那些钱 一分钱 也别给好的傻子 没有用了现在 这个位置之前 一直是空的 老板 这个七哥提过 当然也提到 是不是我可以去 当然我说我 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也影响力各方面 我说我都不符合 还是留着给这个年轻人 给有能力的人 有形象 语言也好 我在英文连七哥都不如 你说咱们在那个位置 真不听 我说还是留 我们可以等 因为咱们这个优秀的人太多了 对吧 然后这个包括秘书长 我说我当时跟七哥这么说的 我说七哥 有一天只要你发现 有一个人 比长老国还合适的 我说你一秒钟都不用耽误 马上把我换掉 我退居二线 我就帮助这些年轻战友 这是我愿意做的 因为我在这个参加爆料革命之前 我都不喜欢 这个天天险上漏水 天天在外面嘚 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长脑啊 这个 这是这是什么呀 这表明 那玩意儿 我都爱做不做的 是不是 你爱做 你就做去 是吧 告诉大家 我们有多坚定 多么的坚决 多么的一无反顾 未来都是这样 你们所有这些挑事儿的 所有这些干什么东西 没有一个可以得逞的 然后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没有机会 没有可能 没有这 除了我们都死了 对吧 我们都死了 我告诉你 我们的孩子一样 还是灭共 还是灭你们 你们没有机会 共产党 如果你有机会 你那个的话 你就不会走到今天 是吧 就在前两天 很有可能 是吧 奥运会的一个 中国奥运会代表团 射击游泳 什么自行车的 一个副主任 对吧 走了 现在具体结果不知道 到底他是 申请政治庇护 还是人走了 还是在 又 好的傻子 又他妈的 在传谣造谣 这都是独龙运 传谣造谣 说那个 什么那个 袁浩然 申请政治庇护了 这个傻缺 朱迪被控制起来了 还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但是 有这么一个 大的事件 已经发生 很多人 说他 申请了 政治庇护 但是最后的结果 我不知道 好 那傻子 比这个郭文贵呀 吹牛的水平 差远了 你这都不是原创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调整 走过了这些程序以后 那么 青藤来 接着做 那么 长岛 你就好好跑你的路 对吧 好好干你的事 对吧 好好的支持 这个东西 让共产党这帮孙子 看一看 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喜马拉雅农场 咱们的联盟 是不是能像你 中共这帮孙子 所有人的这些 以为的以为 好好跑你的路 长岛 你就靠边站吧 意思 听出来了吗 好的傻子 还吹牛呢 你们这帮王八蛋 造谣声势 胡说八道 在这 没问题 从你们 大鞭拉屎的开始 你们这些猪啊 这些屎们 咱们有一个 是一个 没事 我还在这几天 下期我会专门 跟你这帮孙子 来看一看 对峙一下 你们这些王八蛋 共产党 我一直在说 共产党 你们真玩 你们找的这些人 好的傻子呀 龟孙都让我给说进去了 好的傻子 你有种 你就待到这 你看看 你进不进美国监狱 即便是你逃回了西班牙 你在那 能躲几天 你那五十多万 交给美国政府了吧 你们弄的这些事 弄的这些 我浩海东小学三年级没毕业啊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你们的逻辑 跟我讲讲 你们都讲了吗 浩海东没钱了 浩海东骗子 浩海东钱不会 浩海东他妈借人的钱了 没问题 是吧 我一个一个的告诉你 你们这些王八蛋的逻辑 我还拿了人家五十多万 是吧 说说说 说是我拿了七哥的五十多万 你们这些王八蛋有没有逻辑 我他妈拿五十多万 我再还回去十万 你妈的 你们有病吗 你说说你们这些逻辑 就是当你说完以后 你等一会 等会好的傻子 你妈逼的 对不起啊 我也得报点粗口啊 美国的破产法庭的文件上 向你追诉五十多万是假的吗 是不是郭文贵的诈骗款 汇到你一个傻逼的账户里边 去了 啊 当我们 把事情都 讲得清楚的时候 当呈现给 观众 呈现给老百姓的时候 呈现给大多数的中国人 能看见的时候 你们这帮人 所有的行径 都会 让 不齿 而且就是你能上院 你真的 你们这帮孙子 都是给我弟子弹 是吧 傻逼 等你进美国监狱的那一天 我天天给你弟子弹 和七哥你们一块 我是投资的 投为师的 我买起币 你们这些王八蛋 说就像老班长 这个孙子 还说什么是游戏币 你这个孙子 你不是王八蛋吗 我们正常的 我都在二级市场 小业从八块多 十块多 一直四十多块钱都买 完了开始买卖买卖 就是一直在买卖 在没被封掉之前 在被 没被你们这些王八蛋 什么这些 给给给 不让出入金的时候 关闭之前 我们都很好 该买该买 该提现金提现金 该那个 他怎么就成游戏币了 对吧 只有你个大傻子 郭文贵给你批 可以让你每个月 提点现金 我们就 不是一个 正常的加密货币了 我不明白 他骗你什么了 他骗你什么了 有个洗币在那 你愿意买就买 愿意买就买 你没有人骗你 谁拿枪顶着你了 是吧 而且很多外国人 也在买卖 是吧 也都是我们骗他的吗 这就是逻辑 这个好的傻子呀 这家伙极其的人品 极其的低劣 你能在洗币上面赚钱 那蚂蚁们 普通的小蚂蚁们怎么办呢 这个叫做洗币上月球的 这是一个资深的蚂蚁的虚拟 这个诈骗空气壁的爱好者 他说 我是人生中彻底的失败者 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 尽管之前赚了改变生活的财富 但是现在我输了 我彻底的输了 除了洗币之外 我没有其他的生活 我没有朋友 洗币曾经是我的全部 现在这也消失了 事到如今 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天天以泪洗面 好难受啊 洗币上月球 还上月球吗 啊 这帮邪教徒啊 当年就是这么洗脑的 洗到现在 没了 洗币没了 洗币没了 那还有这个呢 你无描 你先不管怎么样 你想花钱的 你撸一管 现在都很值钱 对不对 你身上有无尽的保障 你怎么会穷呢 对不对 你不管怎么样 我估计 你撸一管 可能就抵得上你几个月的 那个工资收入 战友不哭 站起来撸 继续吹牛 接着骗 好的傻子 什么时候进监狱呢 很快了 各位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吧